上下背部按推 手法视频 上背部是从肩颈结合处 一般是以脊椎旁开一指宽 这里都是一样 然后一路到哪里呢 到腰椎最顶端这里就碰到骨头了 这里称为上背部 到下面这里我们就称为下背部 两侧都一样都要按推 都是旁开一指宽 我们这个从肩膀下来 上背部这三点 一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位置 位置一般我发现 大家都会揉得比较下面一点 那事实上它的第一点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膀对过去 然后跟颈椎直线下来 它两个点的交汇处 那这一点有一点要滑下去 那我们推的时候就是把这一个顶上来 然后这样直直下来 这一点刚好是如果没有揉到很多人是 直接就跳过这一点就直接在这里上面 一开始站就是以弓箭步 身体往前 绝对不要往这样 这样身体容易塌 在转的时候容易塌 变形 比如说你这样斜的 身体它就可能 你如果站这样 那腰就容易这样转向它变形 那所以你一开始你是站这样 直的靠过去往前 那这样第一点就出来了 好 同样这一边也是 好 靠过来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向背部 第一个它身体是往前面的 而不是站这样 很多人下来它就这样下去了 那事实上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我们的道理都一样 我们都是往前的 所以它两脚都是平直的 这样站 那这一手扶着 掌心一样向上 但同样跟整骨一样 不能翘高 翘高你这里虽然90度 那你身体就要往后 往后轴就会对头 事实上轴还是要对胸 那怎么办呢 这个放下去 放到比头低 那你这里超过90度 势必身体要怎么样 往前 然后它要对胸 然后不能直直的 这样直直的也是肘对肩 也是错 那你就要靠过来 那靠过来之后 这个脚就自然往外移 后脚 那这个姿势就能做出来了 那因为它够低 那为什么手要这样 因为它碰到头 所以不能直直的 所以一定要往外 它往外就是要稍微往下 这样就能做出来 一般志工揉脊椎 站是最重要 那第一个要 与肩同宽 也就是第一脚站在肩膀 这里平行下来 第二脚站在 胎骨上沿 这里对过来 所以这样的姿势 就是与肩同宽 只要一张开 就不容易做出来 那另外还会犯错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 站的位置离床太远了 正确的位置 是你对过来 就是床沿这样下来 刚好对到你的指尖 一般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揉对侧绝对没问题 有些人比我更高 他觉得好像揉同侧 他就会有压力 可以退后一点 这个没关系 如果这样 好 我以床沿 指尖对着床沿 那这样来做 直接脚一定要围蹲 那这样就靠过来 整个身体要靠过来 而不是只有身体靠过来 臀部不靠 这样不行 整个要移过来 好 那姿势就变这样 那这是揉对侧 如果揉同侧 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如果要揉身 你只要把这个腿扳开 往外翻 而不能内扒 这样是没有力的 一定是往外撑开 好 那这样往外撑开就可以进去 好 那一般揉错的大部分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一开始就站这样 然后这个位置要揉对侧 很显然会很吃力 他会身体就会变这样 然后脚就没办法蹲了 他就站这样 死死的 他整个身体看起来就平平的 那这个一定是用蛮力 一定用手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在揉 你看得出来 他手就非常用力 就变成这样 这样再揉 那正确一定要 如果揉对侧一定要站到这样 距离差了 你看这样 你的手就自然变轻柔了 就没有那种 要想出力的那种感觉了 那这样患者也会比较舒服 好 所以站的位置一定要记得 如果揉对侧与床沿平齐 如果同侧你感觉还是有一点压迫感 那就怎么样 稍微退后 从这里退到这里 那顶多也是这个距离 而也不要退到这样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 以我的高度应该是这样 那矮的就不需要退到那么后面 也是随个人去调整 如果站姿站对了 我们开始揉的时候 第一个右手扶着 那从上背部开始揉下来 所以我们的工具也拿出来 我们的工具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下 好 就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然后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里的位置 一般有时候会稍微超过90度 是被允许的 反正不能直直的 直直的很难揉 一定有一点斜斜的 往前斜斜的 这样的角度就容易揉了 好 再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塌胸 塌胸就是这样 不要这样 也不要塌腰 塌腰是这样 这个都不要 就是一定要稍微胸要拱起来 那要收小腹 好 就变成这样的形体 那这个角度一定要特别注意 稍微大于90度是被允许的 好 我们开始揉 好 我们按推的方式也是这样 前后 按推也是前后 好 这一手按推完 换另外一手 所以如果角度过大 它大于这样 这样也不行 这样很吃力 同样它这样直直的也比较难揉 何况有些人这样凹过来 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正确的 一定是稍微斜斜的出来 稍微大于90度 好 那这样是最舒服的位置 站好位置之后 那我们工具拿好 第一个用手肘掌心向下 好 一手扶着 放下来 那这里要稍微大于90度 然后这样看下来我整个身体移过来之后 这里对过来因为稍微大于90度 是在下巴也不对到胸 好 那这样的角度就可以揉了 好 不一定要到胸 胸这样就变成很直 不好揉 所以还是有一点出来 那这个对下巴就可以了 那我们站姿站好之后 掌心向下 那以手肘的工具 直接按到我们要的点 从上背部开始揉 那整个身体就靠过来 那这时候 这里会稍微大于90度 从上看下来 这里对着是下巴 而没有对到胸 但是从正面看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肘会对胸 如果你这样是错的 肘对肩是错的 那一定身体 还整个身体都要移过来 这移过来之后 这里肘就会对胸 从正面看是肘对胸 但是从上面看下去 这时候的肘 是对着下巴 下巴下面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按了 有些患者不能趴着 他只能坐着或侧躺 侧躺的时候 一般最常用 当然也有手肘 还是可以顶进去 所以最最不得已才让他做 一般药部如果他能够侧躺 我们也比较好做 虽然没有趴着 那我们还是可以比较顶进去 我们还是一样手肘为主 然后身体往前顶进去 身体一定要蹲下来 这样才能够垂直的顶进去 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你绝对不要这样 这样就没力了 身体蹲下来 然后顶进去 这样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补救啦 出气的时候 你也可能没有枕极床 那也是这样 在床沿的旁边 你就可以这样顶进去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可以顶进去 好 另外还可以 这个躺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前头法 比如我做给大家看 这时候前头法也可以用 那这时候你看前头法 它的应用面不大 我认为只有在像测躺 还有患者做的时候 才会用到前头 因为它面积大 比食指还面积大 然后刚好顶在脊椎旁 这样一次就可以 做的面积就这么大 所以也比较方便 所以它是这样 这里一定要动上下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时候用手肘 有时候又用前头呢 因为你单一个方向 你会做得很累 然后有时候它已经会侧躺 又不能趴着表示 它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 这时候 你可能要用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不要用单一的姿势 所以才要变化 那这时候我最常用的 就是这两个 还有前头法 当然偶尔我还是会用 顽骨啦 这个也因为它 这个很方便 顽骨任何一个动作 好像都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这时候它患者坐姿 原则上 你当然还是可以用 以手肘为主啦 因为背部实在 其他的工具要按推到深层 不容易 那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患者已经很稀 先用顽骨尝试 顽骨就是贴着 然后就可以 那另外 还有常用的前头 前头法握前不要这样奔紧的握 一定是稍微握有虚虚虚的 它是软软的 那也不是松松垮垮的 这个松 它是介于松跟硬之间有一点软软 也就是我们说的握虚前 不是实前 实前就是好像要打前头跟人家打架这样 但是这里是只要稍微握住 有一个形式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力道就可以很松 松软的把它按出来 我这样握着 然后手这样放 好 那直接顶进去 然后就开始 好 顶进去 有没有 还是要动喔 如果不动 它错误是这样按 这个就不动 这个你很容易受伤 患者也不舒服 所以它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能按出来 那因为前头法对一个坐姿 你必须起码要用两种手法去变化 绝对不要用单一 因为单一非常累 因为它会坐着给你按推 有时候你一按推 时间也要长 那你单一的手法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示范的 顽骨 再来前头法 那我们再来就是主要的手肘 手肘就是这样 上面这三点 这样上下 照我们原来的 这因为坐姿这样蛮好按推的 接下来它一定就是 你要取一个自己的姿势 然后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身体一定是靠过去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硬邦邦的 要把它按推 那是没用的 身体靠过去 然后也是很软的 你看大家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按推了 所以这样你也不会累 患者也没有压迫感 尤其到了它不能趴的话 它最怕压痛感 最怕满力 那所以一定要靠身体的力量点进去 好 那越到下面 你可能就要蹲得越低了 所以它的力量不好出 甚至到下面的时候 甚至你也可以变得这样 因为实在不好按推 那你只好自己去变化 这个都被允许 要不然你这样很难按推 这样没有力 反而把它张开来 尤其越到下面的时候 好 这个都被允许的 也就是坐姿你不得不变化 但你所有的变化 都是为了让你怎么样 好操作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是站姿的各种手法 那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在临床上 有时候患者 因为他不能趴 你就是必须要 用各种手法的变化 但只要你能够应用得当 然后站姿也学得好 其实到各种场合 你应该都会 很快就会变化出来 那这些手法都不难 但基本功就是站姿的基本功 一定要先学好 那这些对于重病患者 最最重要就是要有耐心 手法虽然会的 但是你常常按推 他也太大力 他也受不了 那你太轻又不能节症 所以你就要由轻而重 慢慢按推 比如先轻 比较轻的力道 然后按推个 整条脊椎按推个两三回之后 那这时候他也慢慢适应 你再来稍微力道加大一点点 看他能否承受 可以再来两三回 然后到最后 他觉得也适应了 你再慢慢游 可以把手肘的力量 就是靠身体 把他顶得更深一点 那更深一点 他也能接受 这样患者就能达到解症 但一般我们很多地方的志工 都常常做不到位 就是他们按得太快 速度快 然后有时候又太大力 患者一开始就不能接受 那这样操作者 你要按推时间久 要由轻而重 那个都流于空谈 很多人就是按推个 二三十分钟以为就可以了 但有些重病患者要按推 一个小时以上 像我最近处理一个重病患者 他那个脚背痛 脚背痛到睡不着觉 然后这种脚背痛 已经困扰他好几个月 然后人又虚 那这时候 怎么来解决他的症状 就很棘手 那这几天 我再按推的他的脚踝 最后找出来 原来就是内怀一小段 就足以影响到他 整个足背随时都在酸 那你按完 轻轻按他就很痛 那按完没有多久 他又奔回来 然后几乎24小时困扰着 他随时随地都要人家去按他 加上身体虚 你太大力 又会消耗热能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也是 就是只好 花两个多小时 不断地在他内怀 由轻先开始让他慢慢适应 再来拇指指护按完 有时候开始又用食指法 那食指法力量有时候太大 他也又不能接受 这时候我又会换顽骨法 顽骨法就是我们顽骨的有一块骨头 小小的骨头靠尾指 就是小指 小指直接对到顽骨那里 那里有一个小骨头 直接就顶在那个踝骨旁边 然后身体稍微靠下去 然后轻松地帮他按 这样来回油浅入身 我几乎花了两个多小时 那两个多小时以上 我保守估计一定有两个小时 就按那一小段 终于才帮他困扰的 这些症状 才让他可以缓解 那一天晚上他就 有办法睡着 你看如果你用一般的手法 想用一个脚踝而已 一分钟就可以解决 你按按看 你太大力他又受不了 又会消耗他的热能 很可能按到最后就命违 所以你又要轻 又要节症 我认为有时候已经不是手法 而是已经你要怎么懂得 在患者能承受的范围内 然后达到油浅入身 然后有耐心的 哪怕只有一个点 你有耐心的慢慢把它按 这样他才能解证 同样有患者 他也是很重病 那很重病的 你手法力道太大 他也受不了 我就遇过这样的重病患者 他躺下来就晕了 他躺下来就晕 头稍微摆动就晕了 那你怎么处理 然后身体又虚 这时候 我也没办法 因为他也没办法趴 然后头稍微动 他就不舒服 那只能仰躺 那这时候 我也是把我们的手法尽量变化 就是用前头法 顶在他整骨下沿 然后伸进去 因为他是仰躺 伸进去 然后用前头法很柔软的 帮他按推 舒缓 然后还有颈椎 我都是用前头法 然后到了耳后 我就慢慢的握须前 然后开始轻轻的顶进去 然后他还能接受 那按完他比较能接受力量大 我就再顶深一点点 然后才慢慢渗透进去 那这样一天按差不多 我算一算 也是有两个小时 为了解决他的那个头晕 尤其重病患者 他头晕他说只要坐起来 头一晕就晕 头一晕就晕 何况也不能坐起来 他不能坐起来 他整天就只能躺在床上 已经都严重到这种程度 那你这时候 唯有怎么样 有耐心 甚至还要组一个团队 就是你操作很累的时候 还有人能够接受 那轮流帮他按 那大家会有一个疑惑 那重病患者 人已经虚到 热能都快耗尽了 已经到命危了 能够按一整天吗 按好几个小时吗 其实大家不要怀疑 事实上你这样按 慢慢游浅入深 按久了他不但能解症 而且他热了圆 温敷的同时 也可以吸收的更好 这是我在临床上 很早就发现 比如说 我太太之前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的按推也是24小时 热夜请四个看护按摩 但我们的力道都很轻 但反而你不按 他更需要 所以按推就看你 有没有耐心 你不要用蛮力 一蛮力一出手 很可能对患者就是伤害 那这个患者我也印象深刻 光他的头部 我差不多就按了一个礼拜 然后也是慢慢游浅入深 然后慢慢帮他解症 现在他不但能够坐起来 也能够站起来 他走路一段 他也不会很晕了 这样花了也差不多有十天以上 才慢慢达到 从他命违又头晕 这样把他做到 能够站起来 所以我真忠心的提醒大家 学原始点的手法 你即便学得会 但你对患者的态度 还有耐心 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绝对救不了病了 要不然你绝对救不了病了 谈到这个手法 我最近也是感触蛮深 我教了我的视频都已经有了 但最近有一个患者 就是他有病情也算是 你说严重嘛 我认为当然是严重 但他就是吃不下 也会有吐血 吃东西吃多就会吐血 那胃都会胀胀 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 这个我之前处理这些重病 都已经都快挂掉 有一些像脖子都不能转 然后一直口干舌燥 饮不解渴 我也是慢慢帮他头部 按推个二三十分钟 慢慢他口干舌燥 就会分泌 后翼出来 然后头慢慢再帮他舒缓 他才能够 就是灵活一点 但如果要急救 这个一次是不是够 一天是不够 他一定要不断来回 所以当一个团队 要真正救人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几组人 这样轮流 遇到众已经面临兵 就是命为随时都有可能挂掉的人 一定要相当有耐心 那做原始点的如果少掉这样 那一个人我只能给你半个小时 或是几分钟 那我一天只能帮你按堆一次或两次 假设这样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叫商业化 这个不叫救人 他根本也没有办法做到救人 所以现在外面很多原始点的公益点也慢慢开始商业化 这是我引以为忧的 我觉得到最后比如说重病患者你按推不好 他们也担心出问题 考虑法律的问题 会不会死掉的问题 诸如这些他们想法很多 然后甚至会鼓励患者 哎呀那你这么严重要不要去医院 打点滴掉品输液这一类的 但大家知道中病患者已经命危了 热能也严重不足了 第一个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帮他解证 就是制度出了问题 即便你手法在也能解证 也懂得涂浆粉泥 但是你就是帮他一天做个一次两次 然后涂个一次大不了 然后就以为没事了 那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那如果不行了 你赶快去打书瓶去医院 那不要在我地方出事就可以 我告诉各位 这样救不了重病患者 这样原始点的招牌 总有一天会垮掉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这些公益点如果不能在患者 很危急的时候 全力以赴 然后以照顾自己家人那种心情来照顾他 到最后这些公益点 在我的看法 离原始点的精神就会越来越远 他们不但不能救助患者 甚至也因为他们的一些制度 考虑太多 然后把患者推到更危险 因为热能已经不足了 你在打书瓶凋义 那肯定会更难 所以原始点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 将来我也一直在思考 不一定手法说很厉害才能解释 就不一定 观念更重要 所以第一点 如果原始点将来有患者 第一个不要先考虑说 你们原始点哪里有公益点 然后赶紧去 你要问问 这个公益点愿不愿意 站在你的立场 然后全力以赴 你都快挂了 他们可以轮流派人 然后真的就是一直照顾到 把你危急的情况解除了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用心 如果没有 即便他们说他们手法有多好怎么样 你都千万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 最好我认为 这些点都不应该去 去了 你最后可能也不会有 就是有很好的被 就是照顾好 所以我希望说 听这一段视频的人 你一定要了解 原始点是自救法 既然自救法 你就不要先想到 我一定得了病 一定要赶紧找谁来救 不应该是这样 而是 好 我看看视频 按推应该怎么样 涂姜粉 你应该怎么样涂 那家人 自己 自己家人在做自家人 既然是亲人 他一定会很用心的 B 公益点的这些志工 都还要用心 我相信 所以 如果你能够用心 然后看视频 即便你按推手法 不怎么样 你可以用 刚刚涂姜粉泥的方式 中病患者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否 你就多按几次 那如果胃肠有问题的 涂姜粉泥还不够的时候 姜汤灌肠啊 这个都姜灌肠是 直接就可以把热源进去 这些都很简单 但大家一定还要注意一点 姜的品质很重要 我也是 很多患者跟我们反应 用了原始点基金会的姜 还有其他的姜 两者比较起来 确实品质差也很大 有时候影响效果 也是蛮大 最近我也是在处理一个重病患者 他用的姜 在台湾他用的姜 就是一般种植出来 那现在基金会的姜 都是有机姜 那两个喝的口感就不一样 然后热的程度 温热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当一旦患者改过 患者就觉得蛮舒服的 所以大家在观看我的影片 记得原始点是自救脂肪 我不鼓励大家一生病就一定要往公益点去 我不鼓励的 尤其见过到很多已经危急的重病 去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这是我的感受 所以重病患者 如果你还蛮危急的时候 更不要慌张 如果心已经真的也述所无策 那你要自救 你就先看看我的视频 然后如果真的不懂 可以打电话到基金会 来寻求 比如说将来如果 如果说我们的各公益点 比较杰出的 学得比较好的 组成一个团队 大家在视频中可以视讯 立即视讯 然后教导你 怎么样来涂姜粉铃 然后影片也给你看 然后你自己学 视讯的时候 你涂的有什么不好 我们再指证 那为什么哪里动不能解证 我们有经验的 志工再来指导你 然后由你们自己家人 自己来亲自来帮忙 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样反而去往外 去追求公益点来帮忙 我认为会更好 也就是当患者有心 享用原始点 然后家人又愿意帮忙的情况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找基金会来问 询问 那基金会 以后我会尽可能不推荐到公益点 也就是尽可能就是看看 先看视频 然后你们自己操作 有什么方 有什么不对 再跟你们讲 应该要怎么操作 或许这样也可以解决 比较好的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最近也听到 看到有时候 公益点做的也不一定是很好 而且他们讲出来的话 很多的观念 跟我书本的观念根本不一致 然后他们又是公益点 那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 这些公益点我也管不到 尤其国外的我更管不到 所以我现在的感受是 他们做什么 竟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也只知道 有些患者去了某个地方 他们就能够照顾好 比如说有些东北 我曾经提的吉林的地方 他们就做得很好 其他的地方 我把重病患者交给他们 结果根本没有办法解证 能力都不足 所以像类似这样 我以后还敢推荐 所以我以后也是考虑 以后尽可能 如果没有把握 我是不想再推荐给公益点 反而不如看视频 患者你们自己好好学 可能会比较好 这是我有感而发 那对未来也许新的一年 那我想利用这个影片 大家多看 然后大家也学会了 不但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家人 这样还比较妥当 不要一得病了 就一直想往公益点 想寻求看看哪里能帮助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把你的操作方法 为什么不能解证 拍成影片 不要用口头问 为什么我按推没有 你讲得那么抽象 我想帮助你也没办法 你把它拍成影片 然后送给基金会 给基金会看 我们就会分析你影片中 整个过程中 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甚至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当面视讯 你怎么操作 我们来帮你解说 你应该在哪一个点 应该要加强 这样或许 对所有的患者 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我也是这么思考 最近一直在思考 新的一年 如何来照顾 就是大家 然后让大家的心也安 然后自己学了这一套 学自救 然后才 有能力再来救人 这 我就把我的感受 讲 今年的就是讲出来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也可以提供给我 今天实作 说法 我就讲到这里